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下来 那么咱们看一下大长经的走向 首先它是起于食指的尖端 它怎么起来的呢 是不是跟费经连的由列缺是落穴呀 对不对 列缺落穴落到这来的 所以从食指的这个指端开始 叫做守阳明之脉 起于大指次指之端 就是从第二个手指的开始 然后上入两骨之间 就是这不两骨吗 就是和骨两骨之间 走这儿 然后再往上入两鲸之中 哪两鲸呢 就是你把拇指翘起来 是不是有两鲸呢 就是这么走的 上入和骨之中 然后上入两鲸之中 再往上走 寻臂上连 就是刚才给这个大姐扎的 寻臂上连 入肘外连 它就是从肘外这么上来的 所以说网球肘 要扎阳明镜 阳明镜 如果是高尔夫球肘 高尔夫球肘是哪疼呢 是这儿疼 是这儿疼 那这儿疼的话呢 它就不能扎上面这儿了 就扎小长径了 这个咱一会儿讲 那么我们继续来 然后呢 出入肘外连 上闹外前连 闹就是大闭的意思 上闹外前连 往外走 然后上肩 上肩之后 出鱼骨之前连 就是从这个肩鱼 这块出来 然后上出鱼骨之会上 就是上肩这块 然后到了这一块 这一块咱们叫缺盆 就是你一吸气 这块有个凹钩 对不对 就是锁骨这个窝 锁骨这个窝 叫缺盆 那么很多经脉会过这儿 那么从这儿呢 它下入缺盆 从缺盆落肺 因为之前给大家说了 谁的经就属谁 对不对 落到哪儿啊 落到跟它相表里的地方 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 那么大肠的落呢 就先落肺 落肺 然后再下阁 属大肠 再往后 它出现了一个分支 它的分支是从这儿 从缺盆开始分的 从缺盆 上镜 灌甲 就这一根 从这儿缺盆出来 哎 灌甲 完了到了这个脸颊上呢 入下尺中 这个就是大肠经 为什么入下尺啊 它从这儿灌甲 然后就到下尺了 所以下牙疼 可以找谁啊 找大肠经 然后环出斜口 隔阵 绕一圈之后出来 斜了口唇之后 从人中这一块 然后从人中这一块 交左之右 右之左 它在这儿有一个交叉 最后落到咱们的 银香穴上 啊 落到咱们银香穴上 你翻过来 看一下十八页这个图 啊 这个就是刚才 我所说的那个路线 从起于食指之端 然后往上走 经过河谷 然后经过这个阳西 这一块这两斤 然后寻着前臂的上帘 入肘 外帘 然后再往上上到外前帘 上肩出鱼骨之前帘 再往上就寻进灌甲 一方面是第一个图 这个男式的落肺下格属大肠 第二个就从这块分出一个分支来 然后呢 经过颈侧 进入下齿 然后从这边呢 从这个一侧的 这个人中穴过去 到这个银香啊 然后两侧是交叉的 所以 这个大肠啊 在脸上有一个 有一个交叉啊 那么这个就是大肠经的一个走向啊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咱看穴位这一块啊 穴位这一块 首先第一个啊 伤羊穴 伤羊穴呢 它在食指末节的饶侧 指甲脚旁里点一寸 这个跟哨伤穴的找法一样 也是饶侧 偏拇指这一侧 你也是在这个 指甲盖这啊 掐个十字花啊 从这横着做一条横线 竖着做一条垂线 哎 在这做一个十字花 掐一下啊 那么这一块呢 它也是颈穴 除了治疗咽喉 牙疼啊 咽喉肿痛 牙疼五官疾病 也是对于热病 神昏啊 这种神治病 效果也非常好 啊 包括咱说的手指麻木 其实手上的气血啊 它先是这样 最开始的时候啊 往往我们生了病之后 第一个出现的 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呀 就是疼 你先疼 疼的时候 就咱之前讲的实证 这个时候好不好治啊 好治 你不管是扎针 还是拔罐 其实你只要找对了方法 弄上就好了 然后慢慢的 你不治它 会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酸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痛是因为啥 是因为不通 对不对 都听说过 不通则痛 对吧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 这个不通 时间长了 那么气就容易过不来 啊 气过不来 但是血还能过来 那么局部这一块 就会出现一个酸胀的感觉 是吧 有 所以局部 从这个疼 就会变成了一个酸 那酸的话 又比疼 这个情况要重 再往后 会变成什么呢 麻 麻是咋回事呢 就是气血都过不来了 它就会麻 气血都过不来了 这个手就会出现一个麻的情况 啊 那么这种麻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哨伤放血 那么放了血之后呢 就可以让这个气血重新通过来 所以整个其实疾病的演变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可能刚开始啊 是一个呃 手是一个可能是疼 或者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可能是个脖子疼 然后脖子疼 时间长了 你不管呢 就变成了脖子酸啊 就很难受 总是觉得想让人捏捏脖子 再时间长呢 就会出现一个因为颈椎的气血不通 导致的手麻 有这样的 对不对 手足的一个麻木啊 往往发生在这个末端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伤羊放血 那么 昨天咱讲了 受伤放完血之后 如果这个病好了百分之三五十的话 那我们再放一个伤羊啊 往往这个时候 它可以把大肠火也卸下去 因为大肠这个精啊 它有一个特点 叫做多气多血 你记住 阳明经 多气多血 就是你放之后 你放这两个血位啊 你会有明显的感受 就是你放伤羊 就那个血啊 呼呼的啊 特别的多 所以它呢 多气多血 就可以放这个伤羊 去治疗剩下的咽喉肿痛 咽喉肿痛 这是咱说的伤羊血啊 伤羊血 好 我们再往后看 然后看一下河谷 河谷这个学位 比较比较这个好找啊 首先是在一二 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位哈 在首背 先在首背去找 一二掌谷之间 这第一掌谷 这第二掌谷啊 也就是咱说的虎口这儿 一二掌谷之间 第二掌谷的饶侧终点 这是第二掌谷 整个这一段 它的饶侧也就 拇指这一段 然后终点就这儿啊 那它其实也有一个 简便的找法啊 就是呢 我们把这个手撑直了 然后把这个拇指的 第一节啊 这个指尖关节 放在这个横纹这儿 然后把它压下去 这个指端的这个点 就是河骨穴 是不是有酸胀的感觉 哎 那么这个就是河骨穴 那河骨穴啊 着准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 它的主治 它的主治里头 首先叫面口 河骨收 哎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河骨 它可以治疗外感疾病 外感类的疾病 比如说无汗 或者是出汗多啊 外感类的疾病 这是河骨 第三个 妇产科疾病 妇科 第四个 针灸麻醉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因为它的这个作用太多了 包括其实你还可以演变出来一个第五个 就是肠道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它是大肠经的圆穴 啊 记住了 河骨是大肠的圆穴 所以它能治相应的大肠腑的疾患 咱学的这几个学位呢 都很精炼 啊 那么它每一个学位 它的作用呢 就多一些 好 这是咱说的主治里边 第一个 面口和骨收 这个面口和骨收呢 主要是对于一些啊 头疼啊 口齿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过牙呀 不是这个大肠经啊 过下齿 对不对 所以下齿的疼痛可以找河骨穴 然后呢 口窗啊 口腔的一些疾患 包括牙齿的疾患 这些五官壳都可以找河骨 那这是河骨的一个远端取血啊 第二个呢 就是它对外感的疾病啊 外感疾病 比如说 突然是突然受了凉感冒啊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用到这个河骨啊 一方面它可以起到一个泻热的作用 一方面呢 它又可以跟肺 这个大肠跟肺相表理啊 所以呢 通过把这个火呀 也好 寒也好 从这个大肠导出去 有这么个作用 所以它可以治疗外感类的疾病 再有就是治疗妇科啊 妇科 妇科这一块呢 以前的时候经常用河骨配着三阴胶 但是现在呢 都不大敢用了啊 这两个穴位啊 现在变成了孕妇进针了 孕妇进针了啊 原来的时候河骨穴 它主要用于什么呢 用于这个 咱是用补河骨 卸三阴胶 因为河骨代表着人体的气 三阴胶代表人体的血 如果你补气 然后泄血 这个时候呢 用于的是落胎啊 就是因为以前 它没有这个产科的手术啊 所以说要这样子的话 就是用它来落胎啊 如果是泄和骨 泄气来补血 补三阴胶 是养胎啊 养胎可以让这个胎源呢 更稳固 后来呢 因为补泄的话 有一些大夫如果掌握不好 就容易出现这种 扎完了出现流产的情况 所以呢 后来就不再用了 以前的这个针灸大城里面 曾经就写到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它虽然说 对于这种保胎落胎 不用了 但是它可以用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一些这个产妇的身上 就是刚刚准备生产的这种 临产的情况 临产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人出现这种 老是不开指啊 往那一等 等好长时间也不开指 宫口不开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针刺合骨 或者是掐揉合骨 很管事啊 我们这个我生孩子的时候就是 跟我们同屋的 同屋的 有一个就是他也是听他们说的 他说他呢就是也懂一点中医 然后生孩子之前 他就是宫口老不开 疼得要命 他就让家人 因为他已经没有劲了 他就让家人给他掐合骨穴 掐完了之后 那个宫口啊就开得特别快 然后呢 他就基本上算是几产 呼呼的呼的就去生了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可以在临产的时候啊 如果说有亲戚朋友出现这种 临产公口不开 总是不开的话 可以去刺激合骨穴啊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咱说的合骨穴 就是咱现在书上说的这个智产 智产 就是生了半天生不出来的这种 再往下 最后一个是针灸麻醉 针灸麻醉 它为什么能用在针麻呢 就是咱一会儿要是扎一扎 你就有感受了 往往呢 这个这一块你捏一捏 是不是酸胀感都非常的强啊 那这一块呢 在咱们中医里又把它叫做气血 就是它的气感 特别的强 特别的强 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光掐 这个就很酸胀了 那么针刺呢 往往酸胀感就更明显了 更明显了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我们宿舍有一个小孩 他就是 有一天我们都出去了 就他自己在屋里头 然后回来 回去之后呢 就看他个桌底下待着 我说你敢这是干啥呢 然后他快扶我起来 然后手上扎着一根合骨 他说我爸本来是想着 我看大家都练针 然后我也想试试 结果我扎完合骨 突然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然后我就出溜下去了 他就从床上出溜桌底下去了 因为这个针呢 针感确实是强 所以好多其他专业的 刚开始一学针灸的时候 觉得针灸挺有意思 然后一练针的时候 往往你看这个又好取 然后又方便 扎完一针合骨以后 再也不扎了 说为什么 说哎呦这个针感不得劲 然后就很难受 他就不扎了 所以说这个合骨穴往往就是气感特别强 那么我们呢 在临床上 合骨配着针冲 我们管这两个穴位叫做开四关 合骨配着针冲穴 我们叫开四关 怎么个四关法呢 你看这两个穴位是不是有一定的共性啊 这个合骨在一二长骨之间 对不对 针冲在哪来着 在一二脚趾头之间 对吧 所以这两个穴位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气感都特别强啊 都特别强 所以呢 这四个四针一下去啊 往往叫做开四关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你浑身 有的时候这个病号来了 说我浑身疼啊 或者是说 这个你问他哪疼 他说我不知道 我就是浑身疼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开四关 就你治病的时候 你不知道扎哪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四关啊 那么他可以调节全身的气急 调节全身的气急 气感特别强啊 这是咱说的合骨穴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阳溪穴 阳溪穴在哪呢 就是万倍横纹的饶侧 看手腕啊 万倍横纹的饶侧 把拇指翘起来 拇指翘起来 是不是有个凹陷呢 对不对 这个是母肠神疾腺和母短神疾腺之间啊 有的人呢 可能这一块宽一点 后边你发现还有一个凹陷是吧 不是那个凹陷 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的凹陷里啊 这是阳溪穴 那阳溪穴呢 一个是因为它在手腕子上 所以它治手腕痛 另外一个它比较好用的就是治疗齿痛啊 齿痛耳聋等等 这些五官疾患它也管 那么这个呢 是在我们这个 我们曾经我们这个针灸学院的院长啊 他写了一本书叫一针疗法 那就很好用啊 他当时呢 就是用这个阳溪穴啊 在阳溪穴上敷蒜啊 敷蒜泥 然后呢 就是去做揪法 治疗取齿啊 治疗取齿 所以它齿痛的话 主要是对于这种取齿 那取齿呢 后来我也试了一下啊 我试了一下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把那个蒜泥啊 整个敷到这儿啊 敷到这儿 然后挺了呢 我就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 然后牙疼该疼还是疼啊 然后这个蒜拿下来呢 这块也红了 第二天就就结痂了啊 但是后来我又反复的看了一下 它是怎么操作呢 它是把这块啊 你可以剪一块胶布啊 胶带 然后呢 放到这儿就留一个口 然后把蒜放到这一块 那么这种呢 就叫做咱说的蒜泥鳩 蒜泥鳩 它敷了一下午啊 我就敷了半个小时 它敷了一下午 然后呢 牙疼就好了 然后后来它怎么好呢 它等到把这个接下来一看 这一块细细蜜蜜 都起了很多小水泡啊 那这一块怎么着 也得破点 它这个牙才能好使啊 如果就像我这样 敷的时间短的话 效果是不行的 这是咱说的阳西 另外一个 就是咱说的手腕痛 用阳西穴比较好用 就尤其咱说的那种妈妈手 妈妈手你们知道吧 就是妈妈总抱孩子 总抱孩子出现的一个手腕 酸疼或手腕的疼痛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阳西穴 阳西穴 这是咱说的阳西 阳西属于精穴 这个呢 精穴就不过多强调了 然后咱看一下偏力 偏力在哪呢 偏力也是阳明经上的 屈肘在阳西穴和屈齿穴连线上 阳西刚才咱说了 是不是这儿啊 这个口 然后屈齿穴呢 屈齿穴咱先来看一下 屈齿穴的定位是屈肘呈直角 屈肘呈直角 在咱们这个 肘横纹外侧端和肱骨外上科 就是这个骨头 外头的这根小骨头啊 外上科连线的终点 这里就是屈齿穴 那么找到屈齿穴之后 跟阳西穴做一个连线啊 那么偏力就在这条经上 这条线上 那偏力呢 这个三寸你可以怎么找呢 如果你自己的话 可以一手呼上去就行啊 呼自己的话是准的 你找别人的话呢 还是用这个十二寸 一半是六寸 再一半是三寸 那这是偏力穴啊 偏力穴主要的治病呢 也是头面五官的啊 头面五官的 手臂的酸痛 包括像刚才这位姐姐似的 从这一溜啊 经脉上的疼痛 我们都可以取到它啊 负胀满水肿 那这些呢就不多说了 因为它都是肠 肠道的问题啊 大肠的问题 然后这一块 还有一个需要 交代给大家 一个是你要知道 它是它的落穴 它是大肠的落穴啊 是大肠的落穴 那么呢 它是跟肺啊 跟肺有关系的 呃 天丽在这儿 还有一个 就是一针疗法里 曾经也提到过 除了它给它给这个自己啊 付算之外 当时针疗科有一个大夫 也出现了这种 取齿的疼痛 因为大家有没有过取齿疼痛啊 取齿的疼痛 疼得非常剧烈 对不对 有的那种是甚至于像神经疼一样 一阵一阵的 要不都说这个牙疼 不是毕竟疼起来要人命吗 是吧 疼得非常剧烈 所以呢 当时在他去找牙医之前 就找到我这个老师 那他怎么办的呢 他在 他先是也给他 在阳西穴上 还有和谷啊 这些常规穴针刺 针刺完了之后 发现说 嗯 效果不好 后来他就在这个偏力穴上啊 偏力穴这个顶上找 找了一个 他发现这一块有一个调索 非常明显 而且很硬 所以呢 他就在那儿下的针 扎完了之后 当时扎完了 牙疼就就消失了啊 然后就 这个人就非常的感谢他啊 所以啊 这个偏力治疗这种 取齿的牙疼 效果也很不错啊 这是咱说的偏力 偏力记住了 他在万恒纹上几寸 哎 重点记这个三寸啊 然后就是守三礼 守三礼是咱们大肠经 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学位啊 守三礼 守三礼呢 他也是有这么一句话 叫守足上下 找三礼 十臂器块 平磁取 首先守三礼这个学位 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翻一下这个大肠经的这个学位 是不是除了守三礼 基本上除了守三礼 兼鱼啊 后边这几个学位不算了 前面这几个基本上都是一些特定学 那么守三礼单独拿出来 是因为他的功效确实很多 也临床上非常非常的常用 很好用啊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定位啊 在阳西和驱沉的连线上 也就是说还在这条经上 你记住只要你想扎大肠经 就跟咱做三观一样 拇指食指要是朝上的啊 大肠经的典型的手法就是抱求师 你就让这个手朝上 你扎的这个这个大肠经就不会错啊 然后肘横纹下两寸处 肘横纹下两寸处 这个两寸也可以 找一半六寸 然后取三分之一 这个两寸 你在这点一点 它是在两个肌肉之间的 摸一摸 喘一喘这个穴位 它是在两个肌肉之间的 有没有疼的 这一块呢 就是啊 因为你是这个食指朝上啊 那么在两个肌肉之间 这是手三礼啊 手三礼首先第一个 对局部的 手臂无力啊 上肢不碎啊 包括你拎东西 拎的时间长了 那你这一块都会出现疼痛啊 针刺效果很好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五官的急患啊 头面部的这些齿痛甲肿啊 比如说类似于三线炎那种 脸颊的肿 或者是牙齿的疼痛啊 去找手三礼 效果都是不错的 然后再有就是 它是属于大肠经的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种局部的腐痛腐泻 它都是可以的啊 但是用手三礼用的多的 还是对于这种 我说的硬件的病用的多 硬件的病是啥呢 比如说手三礼还能治疗腰痛 对于腰痛 急性腰扭伤 这个可能考试不会考到你啊 这个是咱临床上用的 很好用的啊 急性腰扭伤 临床会经常用的啊 也就是 我们一般来说啊 有一些这个报道 报道会说 手三礼这个位置 它在全膝上跟我们的腰是相对应的 那么跟我们的这个腰相对应啊 身体上每一个部位 拿出来都可以作为一个全膝 什么叫全膝 就是像耳朵 耳朵就是全身的一个全膝 就你可以在耳朵上找到身体的任何一个点 然后呢 胳膊也可以这样去比方 然后手也可以这样去比方 这个就是 这个全膝其实也是一个蜥蜴提出来的 所以呢 在手三礼附近 能找到相应的治疗腰痛的点 所以我们在治疗腰痛的时候 可以 比如说一些急性腰扭伤 我们往往呢 就去单穴的话 就在这个手三礼附近去点按 去找那种急性的压痛点 就是点上的时候 他就觉得 哎呦 就这样非常非常的疼痛 找这样的点 或者是在这个局部找那种 类似于调索状的 或者筋结一样的东西 效果就会很好啊 这是咱手三礼治疗 治疗腰疼 治疗腰疼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哎 这个没说哈 呃 手三礼啊 在肘和弯下两寸 它的作用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手足上下找三礼 是不是有手三礼 有足三礼啊 那么这两个三礼 都有什么作用呢 这叫石壁气块 实际上就是 你觉得胃里头啊 脾胀啊 有一种胀的感觉 或者总觉得肚子里气多啊 甚至有的人呢 去做臂超 那大夫就告诉你 这肚里没啥事 就是气太多了 什么都看不见啊 有这样的人 如果碰上这样的人 可以手足三礼都用上 去通调他的这个气机啊 石壁气块 平磁取 这是手三礼啊 然后我们来看曲驰啊 曲驰又在手肘上了 所以它是大肠经的什么穴 和穴 对不对 和穴啊 定位曲肘呈直角 在肘横纹外侧端 和弓骨外上刻的连线上啊 找到这个连线 然后我们来看 曲驰穴 它的这个 一会咱练针就在这个穴上练啊 这个穴呢 针感又不会特别特别的强啊 不像河骨那么难受 又很安全 首先它主治 第一个最常见的 上肢的急患啊 上肢的急患 手臂的乱痛啊 上肢的急患 包括咱说的这个肘牢啊 肘牢就是网球肘啊 再有 它对于热病 你在这儿要记下去 热 泻热三件刻 在针灸里的泻热三件刻 河骨 大椎 去齿 河骨 大椎 去齿 泻热三件刻 啊 它们三个都有泻热的作用 都有泻热的作用 然后呢 写完了吗 然后 这个趋齿穴 还有另一个作用 就是治疗高血压 啊 因为现在这个高血压 心脑血管的疾病非常的多 但是你注意 它并不是单血治疗高血压啊 它要与谁配呢 要与这个泰冲啊 泰冲 还有呢 百慧 风池 啊 这样的学位去配 来治疗高血压 啊 因为你想想 血压高 往往这个人会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啊 头晕头疼 对不对 头晕头疼 可能脾气暴躁 对吧 肝痒上抗的症状 那所以你肯定要找到的一个脏腑是谁啊 肝啊 那么肝的圆血 太冲 得用吧 然后这个趋齿 它是有一定的治疗高血压的作用 然后其实后背的干疏也可以用啊 治疗干疏 用干疏效果也非常好啊 这是咱说的这个趋齿治疗高血压 另外呢 趋齿还对这种皮肤病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作用啊 皮肤病 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 那么这个人要想美呀 人要想美 大肠就得干净 你发现便秘的人 经常便秘的人脸上会长各种各样的斑 对不对 要么就会长各种各样的痘啊 就是因为你这些毒素 你没有通道去排出去 所以这个趋齿磁穴 一来可以美容 一来可以美容 二来可以治疗皮肤的这一系列疹子 比如说风疹 引疹啊 等等 它配着谁呢 配着核果 配着核果 可以治疗这种风疹 引疹 湿疹 尤其是这种常见的湿疹 所以这个现在皮肤科也不仅仅是光用这个他们的药膏 也会配一些针灸 包括咱说的火针呢 也会用啊 那么趋齿穴 经常也会配着核果啊 来治疗这个皮肤的啊 皮肤的一些疾患 那腹痛突泻胃肠病 咱就不说了啊 这个胃肠病不说了 然后 等一会儿啊 刚才这个我还有几个好用的啊 你可以在这个趋齿穴上再写一个啊 这个学的学性叫书风截表 书风截表通经活络 那么书风截表主要就是对于外感的这种啊 那么这个趋齿穴啊 按摩驱齿穴有利于治疗风湿 咱说风湿是不是都侵袭大关节呀 两侧的大关节 比如说肩肘啊 肩肘等等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按摩驱齿穴 往往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拇指去弹拨这个驱齿穴 你把这个拇指啊 放到驱齿穴这儿 里外动腕的去弹拨它啊 弹拨它来治疗这个风湿啊 治疗风湿 还有呢用这个驱齿穴 可以防治肩肘部位的啊 肩肘部位的疾患和疼痛啊 就是每天都可以去点柔弹拨这个这个驱齿穴啊 驱齿穴 另外一个就是刮痧的方法 这个刮痧的方法怎么办呢 你就买一个这个刮痧板啊 刮痧板或者是呢 或者是一块比较平整的木属或者是这个 勺背都行啊 但是现在这个刮痧板也很常见也很便宜 买一块刮痧板怎么办呢 就是从这儿啊 捋着这儿往下刮啊 捋着这儿往下刮 从上到下这么刮啊 刮去齿穴 每一次刮三五分钟 一来缓解便秘 二来头晕头疼 这些问题都管啊 刮痧从上到下 就刮局部 想美容的 然后呢 想缓解肘疼的 缓解便秘的 这些都是每天可以刮 你都完全不用露出皮肤来 就隔着秋衣啊 或隔着衣服这样刮 它主要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啊 疏通经络的作用 之所以会疼 就是在这些穴位上 偶尔有这种堵塞的情况啊 堵塞的情况 除了刮痧之外 还有艾灸也可以 艾灸可以治疗肘痛 艾灸可以治疗肘痛 而这种肘痛 尤其是艾灸特别适应的症 往往是受了凉的那种 受了寒的那种 效果要更好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 常见的啊 常见的问题 就是比较你生活中 很容易就遇到的 比如说它盖着背 这个胳膊放在外边 这个凉着了 那第二天它这个胳膊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肘疼 或者是肩疼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艾灸 那这种受凉导致的 这个肘疼肩疼 会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会出现一个 觉得这一块凉嗖嗖的啊 就是你盖着衣服 它也觉得 哎呀这块总是凉嗖嗖的 那这个时候 艾灸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除了艾灸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一块 做温针灸 温针灸也是我们临床 很常用的啊 就是在这扎上针之后 在针上啊 放上艾绒 或者是现在都是 直接放艾柱 然后点燃 让既有针灸的力 渗下去 这个艾的力量 也是往下走的啊 也是往下走 也能渗下去 所以呢 达到一个双重的效果啊 会有这样的海 会有这样的人啊 就是阳虚的人 他总会觉得 关节发凉 即使盖着背 他也觉得凉嗖嗖 穿衣服也觉得凉嗖嗖的啊 那这个时候艾灸就要上了 效果就非常好 这是咱说的驱驰啊 驱驰 然后咱来看监鱼 监鱼这个学位啊 也是一个没有 没有一个特别的特定的学位啊 他没有一个自己的 像那个什么和穴呀 什么什么名称 但是呢 他就是因为用到的多 临床用的多 他在哪呢 我们一块来找一下 他在尖峰的端 尖峰端的下缘 这是尖峰 最外头是尖峰 然后呢 当尖峰和宫骨大节节之间 三角肌上部中央 这些都是 基本上是形容他的 我们就画两句话 一个是尖峰和宫骨大节节之间 然后尖峰前下方的凹陷处 就画这两句话就可以 尖峰 你看啊 在尖峰和宫骨大节节 你动一动 这块有一个宫骨大节节 有个大骨头 宫骨的大节节 在这俩之间 你当逼外展或平举时 这一块出现两个凹陷 前下方的这个凹陷就是尖鱼血 尖鱼血 那这一块啊 往往他治疗的疾病特别的多 首先一个 尖峰的轮痛 比如说咱说的 肩膀疼或者是尖峰炎 尖峰炎 你回去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一般尖峰炎 什么年龄段会得呀 五十肩 对五十肩 但是他有的时候 有的人胃老鲜衰 他可能三十岁就得五十肩 所以这个尖峰炎呢 一般来说 有的时候 他不分年轻还是年老 往往是跟肩部的这个 气血运行有关 肩部这块如果是受凉 受凉 一般他如果真的是这个 年龄稍大一点的话 肩膀如果出现疼痛 要高度警惕这个五十肩 尖峰炎 那么这个尖鱼血 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 他对于这种尖峰炎的活动不利 那他对于尖峰炎呢 他主要是你看尖峰炎 他分为几种 一种是往前抬 抬不起来 他说我就能抬到这 他就往上抬 抬不起来了 那这个就是咱们说 阳明经的问题 我们这个尖鱼血 血管就会非常好 包括你还可以配上颌骨 还有一类呢 是环绕环绕不了 就是他梳不了头发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少阳经的问题 少阳经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找这个三胶经 三胶经就是咱们后边要学的 后边要学的 如果他往后背 背不了 有的人说 我系不了这个内衣 我连开个屁股 我都回不了手 那这种情况的尖峰炎 就是小长经的 它分为前中后 前面就是往前抬 往上抬 抬不了 上抬不行 那这个是阳明经 阳明经的问题 然后这个环绕 环绕不行 这是少阳经的问题 然后最后往后背 背不了呢 就是后背背不了 后背不行 那这个是太阳经的问题 所以出现 相应的问题 你就找相应的穴位 就OK了 这个其实就是用我们 这个经络诊断 经络诊断 也就是你会扎针之后呢 你看到一个病 尤其是这种硬件的病 就咱说的颈尖腰腿疼 都属于硬件的病 像刚才我给这姐姐扎 走牢也是这样的 你首先先确定好 它是哪一条经的问题 先去掐 揣一揣 看到它是哪疼 并不是完全哪疼扎 哪 并不是完全哪疼扎 要不然这一段 就得细细密密的 全扎上针 对不对 你选取几个 为什么要选穴位 因为穴位是在 比如说这一条经上 然后呢 有这么几个穴位 然后我说 其实这个离穴不离穴 可能这不是穴位 但是这也有效果 但是它这一块的气血 就没有它穴位 这一块的气血旺盛 你取到相应的穴位 效果会更好 所以说这种尖周炎 你局部扎到这个尖 这个局部远端 你找准了 是哪条经的问题 去取相应的配穴 这就是咱要学的 远端配穴 收到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持久性也更好 持久性也更好 这是咱说的这个 肩部的 肩周炎 除了这个之外呢 肩鱼血 也给大家列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 一个是书经历劫 去风通落 这个去风通落 主要也是针对皮肤病 这个就是针对咱们的引诊 因为引诊往往都跟风有关 呼一来 然后长满了 来得快去得快 然后锂气话坛 锂气话坛呢 它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这个 它咱书上没写 这个你就简单记就行 它还针对罗利和鹰气 这是啥病知道吗 大脖子病 罗利鹰气 这种大脖子病 也可以取这个 这个监警 不是这个监鱼 咱临床上 一般来说 中风 中风的患者 往往都会配的一个学位 就是监警 在临床上 往往都会配的一个学位 就是监鱼 往往都会配一个是监鱼 因为在临床上 他们有做过的实验 就是按揉监鱼血 包括针刺监鱼血 它可以改善你大动脉的弹性 大动脉的弹性 那么就像咱平时得了心脑血管的疾病 都是因为弹性不够 比如说咱说的那个脑血管 动脉硬化 这个血管的弹性是不够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监鱼 叫改善动脉的弹性 那么改善动脉的弹性 它就可以加强这个肢体的血液循环 就很好 所以这么多穴位 这么多经络 你只要渴着一条 每天去刺激它 那么就会好 为什么以前 咱说平时的时候 尽量练一些功法 比如说咱说的拔断锦 五秦系 一金经 太极拳 你随便学一个 去练一练 哪怕你学不到那个神 学到那个行 也管事 为什么以前 富贵人家的人 就是很少生病 或者是生病的 频率比较少呢 因为他们都有丫鬟的 丫鬟干嘛呢 没事来捶捶腿 捶捶尖 是吧 就是把这些气血 都能宣散的 所以现在咱没有丫鬟 咱就自己拍一拍呗 是不是 去宣散宣散气血 每一个穴位 它都有自己 一个很好的效果 这是咱说的 肩鱼血 然后 看浮屠 浮屠呢 它相对来说 不像咱们肢体上 这么常用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 这种咽喉的问题 脖子的问题 人体最脆弱的两个地方 你们觉得是哪 觉得人体最脆弱的地方 两个地方 脖子 还有吗 对不对 颈腰 这两个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脚踝 人体的几个最脆弱的地方 因为人体咱是不是 是不是有生理曲度 对不对 那么往前凸的 这个生理曲度 是不是一个是颈 一个是腰 那么这两个 往往是最容易受到伤害 或者是最容易 气血不通的两个地方 你想想 如果你颈部气血不通了 脑袋供血 是不是就差劲 对不对 会出现很多脑供血不足 比如说迷糊 眩晕 这个迷糊就是眩晕 眩晕 头疼 或者是脑梗塞 等等 这个气血上不去了 那就是颈部的问题 所以颈椎的保养很重要 如果颈椎保养不好 刚开始 气血不足 可能会出现一个头晕 手麻 时间长了 脑梗塞 是吧 那腰呢 就是也是 那腰时间长了呢 也是会出现一个 整个下肢的不适 整个下肢的不适 先是局部 最后下肢 另外最后就是一个 怀的一个保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浮凸这个血位 浮凸这个定位 在猴节旁 当胸索乳突肌 这一块呢 大家是不是上面也写的是 胸骨头和锁骨头之间呢 给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胸索乳突肌 前后圆之间 胸索乳突肌 前后圆之间 它的胸骨头和锁骨头 在下边 在下边 胸索乳突肌 前后圆之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血位啊 首先这里是猴节吧 对不对 猴节旁开三寸 旁开约三寸 你就比较比较自己的三寸 然后其实它正三寸的时候 是不是正好对着 这个胸索乳突肌 这一块啊 你要再往下 是不是胸索乳突肌 就跑三寸里头来了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正好这是三寸 然后你看往这一转 这就是这根筋 就是胸索乳突肌 那在它的前后圆之间 就在这正上面 点着酸酸胀胀的 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咽喉的病 再有就是对这个大脖子病 咱说的甲状腺 甲抗 甲抗这种情况 再有呢颈部手术的 针灸麻醉 针刺它产生这种麻的感觉 针麻用穴 这是咱说的浮屠穴 然后咱来看营箱 营箱穴的定位 在鼻翼外缘的终点 这个咱小时退哪里也讲了 是吧 在鼻唇沟中 那么这个营箱呢 顾名思义 一方面可以通鼻窍 是吧 咱小时退哪讲的 那么这也是鼻塞 鼻腻口眼歪邪 鼻不闻香臭 有的人就会出现这种 不闻香臭 鼻子不好使了 这是它的常见病 还有一个就是治疗胆道回虫 这属于它的特殊组织 特殊剂 胆道回虫 胆道回虫 浮属这一块 你们可以再补充一个 浮属配合骨 可以治疗阴气 就咱说的大脖子病 就咱说的大脖子病 要比它单治效果好 配大椎和和骨 有清热力烟的作用 嗓子疼痛啊 清热力烟的作用 这个是咱说的浮屠屑 浮屠屑 然后 银箱这一块 再补充一个 叫疏散风热 通力鼻翘 这个写不写的吧 疏散风热 通力鼻翘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 老师是这样给我们总结的 总结完了之后 再去复习 会对它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那么它呢 比较对于 善于疏这个面齿的风 疏散风热吗 疏散哪的风热呢 善于疏散 疏散 疏面齿之风 疏面齿之风 就是各种面部疾患的药学 各种面部疾患的药学 其实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没列的 比如说面积精卵 面瘫 面积精卵 面瘫 这个时候都需要取到这 因为面瘫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半鼻唇沟消失 对不对 鼻唇沟消失的话 我们也需要取到这 取到营箱 还有一个 就是 你看营箱这个位置 是不是咱法令纹这一块 你发现发现 如果女人出现了法令纹 就显得特别老 对不对 一个是眼袋 一个是法令纹 那怎么办呢 就每天洗完脸之后 揉一揉 这个营箱穴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 这两 这个法令纹怎么出来的 就是这一坨肉 它时间长了之后 会下垂 对不对 一下垂这一块就出来了 就会出现两条子 非常明显的肉 你就每天洗完脸 可以揉一揉 它能起到一个提升作用 效果特别好 这也是从我妈身上发现 她给我带一段时间 孩子之后 我就发现 她平时有一个 很好的习惯 从我学了中医之后 就教她刮痧 每天这样往上刮脸 就是提升面部的一个刮痧 刮完了之后 确实就看着脸色也好 然后人也显得年轻 就是她没大有褶 然后呢 带两天孩子之后 就想不起来刮了 然后就觉得 这两条肉捶下来了 这特别明显的 这个搭了 然后呢 她这两天呢 就是我一说 我一瞅她 我说 哎呦 你这又两条肉下来了 她就每天 我拿那个有那个 咱那种拨筋棒 它那拨筋棒 就是类似于长这样的 这块是一个 这个圆的 然后上面也是钝的 那么就用这个地方 去点一点 或者呢 你没有 你就用手指头 用手指头 每天去揉一揉 就是洗完脸 就揉一揉 因为女人 从35岁开始 就开始显得衰老了 因为35岁的时候 叫扬名脉衰 扬名脉衰 一般这个时候 女性35岁 5735岁的时候 开始扬名脉衰 你的鬓脚 鬓脚这一块 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扬名脉 这个额头啊 可能会出现抬头纹 然后这个 你像这个 手扬名大肠筋 是不是也属于扬名脉啊 那么这个时候 扬名脉衰 就开始出现法令纹了 所以你任何时候 保养都不晚 只要我看大家都还行 都不是很显老 所以就是 任何时候保养都不晚 每天洗完脸 就是下意识的 你抹护肤品的时候 就揉一揉这个穴位 这要比你上这个 美容院啊 美容院的人 他有的时候 可能还不如你对 不知道 不如你懂得多 所以你去刺激 这样的地方啊 能提到 起到一个美容的作用 好 那么大肠经 咱就完事了 完事了 简单的过一遍 想一想 小结一下 咱都学了哪些穴位 大肠经 从哪走哪了 从手走头 对不对 从手走头 咱学的第一个 就是伤羊 对吧 伤羊穴 伤羊穴 啥作用呢 蟹热嘛 对不对 颈穴就是蟹热 治疗咽喉痛 往上学到了 颌骨 对不对 颌骨它的作用 一方面 治疗外感的 对不对 外感的 有汗 无汗呢 然后感冒啊 面 头面的 叫面口 河骨收 牙疼啊 都可以用到河骨 然后 还有 妇壳 是不是也用到河骨啊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智产的那种 是不是 可以用它来 开公口啊 等等 然后再往后呢 咱学的就是 阳西 阳西 阳西这个穴位呢 它主要是 治疗齿痛比较多 齿痛 取齿等等 再往后 偏力也是治疗齿痛 比较明显 包括阳西 还可以治疗手腕的痛 那么偏力 在哪来着 半横纹上几寸 主要是 三寸 记住了这个三寸 然后又学了一个呢 是经常 非常非常常用的 叫 肘横纹下几寸 两寸 不要以为 手三里 就是三寸 手三里 是肘横纹下 两寸 肘横纹下两寸 这个两寸 一定要牢牢的 记住它 那么这个地方 很常用 肘疼 手疼 胳膊疼 然后呢 脸颊疼 牙疼 它都管 还有腰疼 腰疼 然后再往后 就是 驱齿 驱肘成直角 肘横纹外侧端 到宫骨 外上科连线的 终点 然后再往后 就是一个大穴 肘关节完了 肩关节 肩鱼 就记那两句话就行 叫肩锋和 宫骨大结节 之间 然后肩锋的 前下方的 凹陷处 这个是肩鱼 它可以改善 动脉的弹性 动脉的弹性 也可以治疗什么病了 肩周炎 对不对 肩膀的疼痛 然后就是 浮屠 浮屠在 蝴蝶旁几寸呢 三寸 笔梁三寸 在这个胸脏乳突击的 前后圆之间 再往上就是 这个营箱 鼻翼外圆的 终点 鼻翼外圆的终点 在这里呢 给大家总结的几个 学位 就是咱后边疾病 要用到的 一个是河骨 就是泻热的三穴 哪三穴了 河骨 大椎 蛆齿 叫河大蛆 河大蛆 然后 河大蛆 喝酒的人就能记住 这是泻热三穴 然后河大蛆 你记完了之后 河骨和蛆齿 它俩配着 也可以治疗一些皮肤病 饮疹 河骨和蛆齿 经常配着治疗皮肤病 比如说饮疹 湿疹 我们就可以用到它俩 然后它俩再加一个大注意 就是泻热三穴 泻热三穴 就是第一个是这个 商阳 你从这儿做个横线 这儿做个垂线 然后就外头这个点就是了 然后呢 河骨 就是这两骨之间 然后摸到这个 第二掌骨整个 这么长 然后呢 找到它的终点 饶侧 对不对 这河骨 然后杨西 就是让它拇指翘起来 拇指使劲翘 对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杨西 因为它肉糊一点 所以这个 这个坑看不见 看我的就明显了 在这 我还以为在这里 我还以为在这里 在这里 对 这个母子翘起来 不对 不是 就在你说的这 在这里 对 对 它的 在这 母长神积间和母短神积间之间 对 在窝里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上三寸的 这叫什么来着 对 偏粒 对不对 偏粒 然后这是十二寸 一半是六寸 再一半就是三寸 这偏粒 偏粒也是它治疗曲齿的 在这个局部找 这是偏粒 然后呢 这是阳西 然后这个是 河骨 然后这个是 上阳 来 然后再往上 咱又学的这个是曲齿 是吧 曲齿 也是曲肘成直角 是吧 放松就行 然后这个是 轴横纹的外侧端 这个是公骨外上科 就这个 这个丘 就是公骨外上科 它的终点 它的终点 这 是吧 这就曲齿 曲齿 然后 曲齿再往上 就是到了这个 尖鱼 是吧 这个是尖峰 这尖峰和公骨大结结之间 尖峰和公骨大结结之间 然后 比外展的时候 你能摸到 一会儿咱们 鹿娃子你们摸一下 这会儿会有一个凹陷 凹陷 这是 尖鱼 是吧 尖鱼再往上呢 就到了浮凸 这个在这个喉结 喉结旁开三寸 在这个胸锁乳突肌 胸锁乳突肌的前后圆之间 你看大概我跟它的手一比 它比我稍微宽一点 三寸 胸锁乳突肌前后圆之间 在这个位置 浮凸 然后呢 再往上 再往上就是银箱 银箱我就不点了 就在这儿 然后整个这一溜 这个就是大长径 连上就是它的走向 从这儿过来到这儿 是吧 然后 手三里辣了 是吧 驱驰下几寸是手三里辣 两寸 是吧 这是12寸 对吧 一半是六寸 然后再取三分之一 这个就是手三里 你摸这一块 会有一个明显的凹钩 这是手三里 然后一会儿你们可以在揣穴的时候 揣一揣这手手三里 它在这一块呢 就是非常明显的两条肌肉 扎的时候也是 你揣穴就揣到这儿 不要扎到那个肌肉上面 扎到肌肉上面是明显的酸疼 然后扎到这个穴位上面呢 是那种穴位的酸麻胀痛的感觉 好 这是咱大长径 是不是扎针好玩 是不是扎上了之后 就可以克服掉你对针的恐惧 对吧 就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从小因为打点笛啊 或者打针呢 才会觉得 哎呦 这个针扎一下了 太疼太可怕 其实你真正扎上去的之后 你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是不是透针的那 透皮的那一瞬间不那么疼啊 它 对 好多因为针细啊 而且你在这个针包上练完指力之后啊 你会发现咱肉数比那好扎一百倍 对不对 就是轻轻一弹就进去了 轻轻一点就进去了 只是透皮这块有点疼 所以咱练这就是无痛针刺啊 无痛针刺 只不过下去 你是从来没扎过针 你不知道会有这种酸麻 胀重的感觉 所以突然间当这个气感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 哎呦 怎么这么恐怖啊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会感觉害怕 下次你知道了就不害怕了啊 这个呢 就是手法 手法上不要太过猛 就是你进去之后扎 为啥让你先扎自己呢 因为你扎别人啊 绝不着这个下边酸麻胀痛 手法呢就不自觉的就会很重 你扎自己你就知道了 下去之后 针慢慢的向下走 对不对 越慢的话 你会有感觉吧 你如果刷下去 就到血位上 你那个气感哗就来了 然后你就会感觉爆酸啊 局部这个针感太强了啊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啊 打造了 老板 我真的不得带走 你 这一点要注意啊 我负负 有个肖帖 我负负 你 准央 我负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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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